但是整体的这种小蜜蜂眼 然后加上前保险杠的空气动力学的导风槽 设计的都是非常的具有攻击性 但是我觉得这款车 其实它的意义主要是在于 它采用了ETNGA的架构 这个架构牛在哪呢 就是说它把电池和整个的底盘融为一体 我们注意看它的轮毂 因为我们之前拍的很多纯电动车 轮毂基本上都是20寸起 有的甚至达到了22寸 为什么用这么大的轮毂 有的人觉得是不是产架厚道 其实并不是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 它是为了抬高底盘来 让它的这个电池避免拖底 但是丰田这款车 用了一个18寸的轮毂 其实对于一个紧凑型的SUV来说 这个轮毂不算大 为什么 因为人家的电池藏得非常好 你在侧面基本上看不到 这个电池的这种的形状 当然了 我觉得想看更多 还是在车内 它的一些变化是更有意思的 那为什么我说 这个纯电架构特别有意义呢 因为这款车其实级别 是一个紧凑型的SUV 车长4米7左右 但是它的轴距达到了2850 这么一个恐怖的轴距 就是因为转前旋转后旋 而且它没有一个特别夸张的 大龙骨去吃掉你车内的空间 所以说空间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另外一个点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这台车是带太阳能充电的 其实太阳能充电这个事 早很多年前就有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概念车多一点 实际并不大 那这次丰田的这种太阳能充电板 它的充电功率不是特别的大 在太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大概是能充200吧 200 所以这个电 它这台车的电池 是一个71.4度的电池 就是71.4千瓦尺的电池 你算一算 这个要是想给电池充电 你充多长时间 但是这个太阳能充电板 其实并不是给电池充电的 它其实是给音响 还有空调 这些能源去供电的 也就是说 你在开车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空调和这种 大屏幕用的电 它其实是可以通过 这种太阳能充电板 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去给这些用电器去 补电的 然后这台车也是支持 反向充电的 后面有一个1500瓦的 这么一个反向充电的插口 虽然和我们国产车相比 有点小 但这个毕竟是丰田 另外就是 比较期待的 就是今年 我非常希望能够开到 这款车配备UKE方向盘的 就是和F1赛车 包括特斯拉的Model X 一样的这种半幅的 这种方向盘 据说它是有 这个线控转向的功能 当然现在只是看到图片 我们依然没有看到试车 我采访了广西丰田的领导 他们说 产能比较紧张 今年能什么时候上 不一定 但今年肯定会上 我觉得在今年4月份的 上海车展 我们应该能够见到 这种量产版带 有个方向盘的车型